本次行程采用A-B车方式接驳 Google导航天燕宫放置A车 B车续往龟丹温泉的铁谷山宫前进 车子可以继续往前开到龟丹溪旁 从堤防斜坡处下切起登 本日行程预计9.4公里 经由暴龙头阿拉西斜坡群 唐子恩山连峰到达终点天燕宫 大家好 我是三东方 这回要带大家来去南部北山 说到南部北山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天不通来好没落死 第一个重点 冬天南部欠水了 撩起的时候 鞋子才不浪费 第三个重点 冬天 无法太弱了 水就不用挨打得更浪费了 我用这个南主角 鞋子才不浪费了 两三个重点 就备到宝宝 被冬天上去 正面没路就改从两旁前进 除了住 第一个重点 还要踏打得更重 旁边护打筑线 我用这个重点 等待 console daylight guidance 起登500公尺后结束提防路段 再往前推400公尺就到暴龙头 这次是第二次来到归丹西 记得上一次是顺流而下 这一次是逆流而上 会来的原因是 南部的朋友说 想要走唐子恩山连峰 叫我先来帮忙探探路 起登20分钟来到暴龙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往前走五分钟会来到大纲牙 继续往前走五分钟会来到大纲牙 大纲牙 往龟丹温泉路头前进 来到龟丹西最危险的路段 这里需要拉绳横度 最危险的路段当然由最帅的男主角为你示范 中文字幕继续往前走五分钟会来到大纲牙 我可以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可以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横度完之后接下来就是雨鞋的优点了 踩着石头前进 沿途可以看到一些小瀑布 起灯后一个小时来到龟丹温泉的路头 先绕过来看一下 今年双浴缸的状态如何 果不其然被今年的台风摧残得很彻底 两个浴缸里头都堆进了沙石 往回走来看看阿拉西歇曝群 前面一点点就是瀑布 不愧是酷水旗瀑布都快没水了 从这里往上切大概十分钟 就能到堂子恩山北登山口 堂子恩山北登山口 沿途路径都还蛮干净的 看来都被前辈整理过了 进入登山口后五分钟 来到拉绳路段 确实是横抖 难怪要加少 沿途路不潮很多 不用担心会迷路 散导话一句 记得要下载离线地图 顶 240 5分钟 走 去 滾 大 还有 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来到棱线之后展望极佳 这一趟里程最危险的路段 即将面对寿人 这段路看起来可怕 实际上是真的可怕 但是KY一高人挡大 一边走瘦人的时候 还可一边录拍摄 没得怕的啦 黄藤隧道低头小心通过 水泥遗址 水泥遗址 唐紫恩山主峰 永远要交罗 水泥 水泥遗址 太陀鱼 羽芹 这里 二对 那 准备登顶堂子恩山 哇塞 那么多山友 伙伴帮山友们拍照留念 来 小心 来 我注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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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之后 就一路往下到天燕宫 假日 人潮满满的堂子恩山 先下后上还要捡一座堂子恩山南风 小心树根 过了之后马上就到堂子恩山南风 开始一路下坡到天燕宫 开始一路下坡到天燕宫 从玉顶步道上来 看来也是不轻松啊 从玉顶步道上来 看来也是不轻松啊 南华水库 南华水库 巧遇 不怕人的小山枪 后来听山友说这里还有一只不怕人的大山枪 南部好多这种良品 南部好多这种良品 这种良品的视野很不错 这种良品的视野很不错 可以看到南华水库 放置A车时 在天燕宫有看到小白 想不到上来良品又遇到你 冲冲冲 下山就可以吃饭了 Here we go Turning all the wrongs into rights Here we go You can take me there to the end Oh This life is all gone Oh I can't stay If you can't let it go I never really know what's going on 加码 来去捡水山顶山 And even when you're next to me I feel like you are gone It's all the things you've never shown 走这边可以先去捡水山顶山 50公尺而已 Secrets die For your heart For your heart is slow But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me now I guess I never know But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me now 只走十秒就到了 水山顶山 回到天眼宫 庙旁边有在卖饮料 这边是网狱顶步道的登山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